在賽局理論的研究方法之下 如果我們從方法論的角度去分 可以再分成兩個芝脈 第一個芝脈就是像我自己研究所用的方法 或者是我們之前在電視影集授權談判的那次作業 我們會假設兩家公司在協商 然後他們協商的規則有一個詳細的賽局的規則 誰先提案誰有權利接受或拒絕 然後外來的第三家公司 什麼時候可以介入什麼時候不行 這個賽局進行的規則 具細迷移的定例出來 然後你就可以運用反推法 或者是之後學了納許均衡 綜合這些觀念去分析在這個賽局之下 大家會玩出什麼樣的結果 用來形成你自己的策略 或者是你去預測別人談判會談出什麼樣子 可是你會發現在真實世界當中 你去土耳其買地毯 然後跟那個小販討價還價 是沒有一個明定的規則 說需要你先出價還是他先出價 讓你出價能不能反悔 沒有這些規則 大家似乎是在一個no rule的情況 或是在一個說不清楚的一個黑盒子當中 就你來我往 然後又可以溝通 然後最後會產生一個結果 因此我們選擇用這個把賽局規則 鉅細迷移定義出來的這樣的方法 可能不見得適用 套用在我們真實生活中的很多情境 然後說以台灣的立法來說 那你看意識規則還是有提案有表決 可是我們的意識規則當中還有一個環節 是政黨協商 然後常常最後我們訂立的法 或是之後大家會怎麼投票 都是在政黨協商的時候 關起門來也沒有記錄 也沒有對外公開 我們也看不到也監督不到 在那個過程當中 戳出來的或喬出來的 那我們是不是可以有一些研究方法 幫助我們去理解 在這種沒有明定規則的賽局之下 大家到底是怎麼協商 怎麼分配資源 以至於我們得到最後所能觀察到的結果 用要去分析這樣子的黑盒子 所採用的方法 有些人稱之為公設法 也就是我並不要去細就大家實際上賽局的細節 大家採取步驟的先後順序 但是根據我們對現實的觀察 我們覺得最後大家喬出來的結果 應該需要滿足某一些公設 而在滿足這些公設 滿足這些條件的情況之下 這一群人才有可能 算是喬完了 才有可能算是滿意的 結束這個資源分配或這個協商的課題 所以下個禮拜呢 葉俊賢老師會帶大家從比較偏向公設法的角度 然後來看一些資源分配的問題 哪些資源分配呢 比方說一家公司破產了 然後留下一堆的資產 然後有現金有房子 然後有一些專利 那麼這家公司的這些債權人跟股東 該怎麼樣去分 一家破產的公司所留下來的這些資產 那麼這樣子的分配 可能需要滿足一些公平爭議的問題 然後在這公司裡面具有不同的角色的 你是他的債主 你是他的股東 對於來分 那你的股東有大股東小股東 大家要用什麼比例來分配 這個並不容易 因為這公司如果東西夠大家分 他不會破產 他會破產就表示他現有的資產跟資源 已經不足以支持他繼續營運了 所以大家要在一個資源稀缺的情況下 去分配這樣的問題 或者像葉老師他自己的研究 有關於機場的跑道分配 那一個機場有不同的航空公司 有不同的航班要起降 一個機場可能就兩條跑道 那我們要怎麼分配 什麼樣的公司可以得到什麼時段 得到哪一條跑道 或者是說當這個跑道時間久了 需要維修 那這個維修費的成本 該怎麼由這些公司來分攤 有的航空公司跑道運用的多 有的運用的少 然後有的大型飛機他起降 他跑道滑行的距離長 有的小飛機滑行的距離短 那麼大家會爭執 類似的例子 如果講跑道 大家可能比較 覺得比較陌生 講到自己家如果有人是住高樓的 然後遇到電梯出問題 然後要休就很頭痛 那以前我有個朋友 他是住15樓頂樓 他們電梯就是太久了 然後電梯會抖動的很厲害 但是就是住低樓層的 跟住高樓層的 對於維修費要怎麼分攤 大家就爭執不休沒有定論 所以這電梯就一年又一年 繼續的衰敗下去 因為瞧不出結論 然後住高樓層也不願意說 我就花錢幫整棟樓修 那他們希望低樓層的負擔 低樓層的說 住三樓的時候我走路啊 住四樓的時候我要健肥 我要健身 我要走路啊 那這些問題 就是我們下個禮拜的課題 在下一周 我們會玩在課堂上 花一個小時的時間 玩下一次的商戰遊戲 我稱之為網路價格戰 在這個遊戲 我們預計今天會發那個遊戲規則 大家回去討論一下 每一組同學代表一家網路商店 然後我們會全班再分成好幾個市場 有的市場裡面有八家電 有的市場裡面有四家電 有的市場裡面有三家電 每個市場是自己獨立運作的一個遊戲 同一個市場裡面的每一家網路商店 大家賣一樣的東西 比方說都是賣書 然後是賣同樣的一批書 所以只能用折扣來吸引消費者 那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們來看不同的組跟組之間 當你只能夠用折扣吸引人的時候 競爭會發生什麼樣的情況 昨天11月11號 那是從中國大陸過來的光棍節 有人有上網路買書嗎? 昨天有多少同學有上網路買書的? 不太有 因為昨天在我自己的網路社群的同文層裡面 看到大家最議論紛紛的 就是台灣有新的網路書店竄起 過去可能大多數人上網買書 都是去博客來 那今年過去一年大概是MOMO MOMO整個很大的電商下面的網路書店竄起 所以他們昨天MOMO推出非常優惠的買書折扣 那除了原本的 他們就現實啦 就只有一天 除了原本的每本書79折之外 然後全管還有若干折扣 全管還有無條件的一個打折 最後折算下來 大概每一本書都是相當於66折 我就遇到很多當編輯的朋友 他們就很不高興 然後就很批評MOMO說大幅價格戰 我先說MOMO的這個價格戰 他的折扣是他自己吸收 他沒有說我打折了 所以我要求出版社用更低的批價發給我 他沒有 MOMO的這個折扣降價少賺的部分 就是全部他自己承擔 那我遇到很多的出版人對MOMO的這種 用大幅低價的方式切入市場 很不以為然 但是我對於這些不以為然的出版社編輯 有一點不以為然 因為我覺得過去他們會覺得 受到網路書店的壓榨 然後讓出版社這一方面對網路的通路 會予取予求然後批價不停的降低 我覺得有很大的一個原因 是在於過去十年的發展 柏克萊逐漸變成是一支獨秀 獨大的網路通路 那金石堂的網路書店沒有什麼競爭力 成品的網路書店還在規劃 聽說年底會正式公佈 所以之前大家看到了他們過去 他們沒有要認真經營網路 但是過去一年的成品已經開始逐步的放棄 他們的實體通路的策略 開始轉型 但是轉型的東西還在籌備 所以在過去對一些出版社來講 柏克萊對他們 對他們來講佔了這個營收可能到 百分之二十五百分之三十 小一點的出版社可能到百分之五十六十都有 那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柏克萊可以不斷的跟出版社壓低 他們進貨的這個批價 或者是柏克萊做了一些促銷活動 然後要求這個促銷的折扣損 損失的收入是由出版社來承擔 但是在昨天的情況之下 我的解讀比較是MOMO他要積極的 他本來電商什麼都買 他要積極的跨入圖書銷售這一塊 那要跨到一個新的領域 其實會面對兩個 在你解決了其他的物流啊 這些網頁啊這些技術問題之外 其實要面對兩個門檻 第一個是讀者知不知道可以來你這裡買書 第二個是要買書的人 在你這裡是不是已經是會員 然後有一個帳號 然後留下了一些個人記錄 因為要人到一個新的網站 你第一次做消費購物的時候 你要填一堆資料 大家會覺得很煩 但是你這些資料填好了之後 你只要login 然後看到你喜歡的東西 點點點點點點點 然後信用卡點下去 那就結帳了 或者是貨到付款 就相對容易 所以我的解讀 MOMO的策略 比較是利用光棍節的名義 然後用現實的超低折扣 去吸引那些原本會買書 會在伯克蘭買書的人 本來大家就到MOMO去 開一個買書的帳號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這個策略 就從出版業的角度來說 我覺得是協助 讓第二大的網路書店可以竄起 或者是協助讓一個既有 原本就有在賣書的 MOMO這家電商 他在賣書的市場上面 可以逐漸地跟 博克萊分庭抗禮 勢均力敵 那我自己的直覺跟詮釋 是對於出版商來說 你有兩家勢均力敵的 銷售管道會遠好過 你只有一家大的網路書店 壟斷你的這個銷貨管道 所以我對於很多的出版人 一些的出版編輯在批評MOMO 我覺得他們沒有想清楚 MOMO的策略 對出版社來說未必是壞事 特別是他們所採用的大幅度折扣 是屬於現實 限定時間 他並不是 希望不是 他目前照他們宣傳 並不是一個持續性 或者是週期規律性的 這種大幅折扣 那所以兩週後 我們來玩這個遊戲 體驗一下 體驗一下你是抽牌 那個決定折扣的 這個決策者的感受 然後你要跟其他的競爭者 要怎麼形成默契 或者是怎麼溝通 然後我們透過把全班分成 大大小小廠商數量有多有少的不同市場 我們來看市場的結構 也就是市場裡面 有多少個勢均力敵的競爭者 是否會影響到 這個折扣的激烈程度 跟廠商的競爭狀況 然後我們 同樣的 今天下午會整理一批資料 然後上網 那12月3號會需要請大家交 這個 城市擂台 同樣我們在書面資料裡面也會說明 我把英國知名的綜藝節目 Golden Ball 黃金球 裡面的一個競賽單元 設計成一個擂台賽 然後需要請每一組同學 寫程式去指揮機器人 去如何去玩這個黃金球的這個遊戲 假設不同的機器人跟機器人之間 要對玩這個遊戲 玩這個500回合到1000回合 所以你需要思考說 你在事前 要怎麼樣提供你的機器人一個完整的指令 遇到什麼情況 要怎麼反應 這些東西你都要先想清楚寫下來 然後這個程式交上去以後 就下好離手 之後你的機器人 就是只會照你的指令 去對戰別組所寫的機器人 那我們會在未來兩週的上課時間 抽空 補充 提供大家關於這個程式擂台 寫程式的一些 非常基本的觀念 OK 所以你如果不會寫程式沒有關係 因為我們並不是要你去寫R 或寫Python 或寫C++ 那我們會請大家寫的語言叫做出頭code 也就是仍然是用 人類語言仍然是用人話 但是人話的背後是用電腦程式機器的邏輯 所以就包含回圈 包含條件式 if else 用人類語言搭配機器邏輯 所寫下來的一個書面的演算法 或是書面的指令 那這樣的東西呢 就是我稱之為Pseudocode 過去幾年在美國 一些知名學府的商學院 大家慢慢開始興起 就是讓這個MBA的學生 或者是一些企業的中高階的經理人 他們練習把他們的想法寫成Pseudocode 因為很多經理人 或者是說你的工作 並不是專注在寫程式 可是我們越來越多的時候 我們需要能夠跟寫程式的人溝通 所以大家需要建立那個程式語言的邏輯 讓我們可以用人類的白話文 去負責寫程式 懂程式的人溝通 這樣才能夠互相協作 然後把我們所想的這個賽局的一些策略 能夠執行出來 最後有一件事情是 我覺得先跟大家講 因為我們學期末要交期末報告 期末報告是鼓勵每位同學 從你的生活中 或是你會關心的事物當中找題目 可能是一個小小的真實的案例 然後你的報告 是要用賽局理論的觀念 去解釋一個現象 為什麼會發生 或者設法去解決一個問題 所以我鼓勵大家 大概從期中 最近幾個禮拜 大家就可以開始思考 你覺得什麼樣的課題 適合寫在你的期末報告 大家有一些想法 也歡迎跟我聊 我覺得題目發想的方向 有時候會影響到你報告寫起來精精彩 是不是能夠挖掘到更深入的問題 所以大家提早開始思考 正好這幾天我自己在看的一件事情 美國的主流媒體的新聞標題都說是 川普綁架了共和黨 那先講美國主流媒體的這個報導的內容 因為現在川普第一個面對現有的局勢 他不可認輸 然後第二個他態勢看起來 他似乎不願意交接給拜登 假設是拜登獲勝 那這時候在川普是共和黨 在共和黨內部當然會有一些不同的聲音跟意見 那我所看到的資訊 可能多數的共和黨人並不認同 川普現在這樣的做法 但是現況是也沒有任何共和黨 比較知名的議員 或者是黨內的領袖 願意率先出來 在表達他們的不同意 那所以美國媒體下的一個標題 叫做川普綁架共和黨 理由是什麼呢 理由是其實在美國現在社會 其實蠻分裂的 所以川粉非常愛川普 然後另外一群人是非常痛恨他 很極端 那以川普這次的這個 popularity vote 他各州投票給他的票數加起來 有超過7100萬張票 假設這7100萬人都是川粉 都認同他的理念 或他的高度戲劇化的做事風格 那麼 而且這個票數其實高過歷屆 非常非常多屆實際上當選的美國總統 實際上拿過的票數 那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個別的共和黨領袖 他們會面對到一個課題 就是我如果成為那個率先發難 勸川普這個認輸 然後或是指責表達不同意川普現在的做法 任何的共和黨人如果是個人的角度 率先來做這件事情 他們面對到的代價 可能他會被這7100萬的這些川粉所痛恨 或是他自己的州裡面支持川普的人 會對這樣子的這個共和黨領袖的態度 或是未來的支持度可能會降 他自己的個人選票會流失 但是如果這些不認同川普做法的這些共和黨人 大家是能夠集結在一起 共同的來表達他們不認同這個不認輸的這個看法 局面可能會有所不同 所以現在這個局面對我來說是可以是這個囚犯的困境的一個案例 對於那些不認同川普的共和黨人 希望現在這個選舉結果的這些紛擾 以及政權交接的這些動盪 能夠及早平息的這些共和黨人來講 他們會面臨到這個難題 會希望搭電車讓其他的共和黨的重要人士 就是來發難或是協調 而不是自己出面 那沒有人願意當第一個出面的人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大家就集體保持安靜 放任現在的狀況繼續持續下去 造成了這個媒體所說的 共和黨被川普綁架這樣的現象 所以他們用的是綁架 但是我看到的是類似囚犯的困境這樣的機制 好我們回到我們的這個方法論 我們已經介紹過這個dominant strategy 然後我們介紹過這個劣勢策略 逐一消去法 但是用這樣的方法會遇到什麼樣的問題 基本上用這樣子這套方法 常常會留下太多的可能性 刪不掉造成理論的預測能力太差 那我們上個禮拜看到足球罰球這樣的例子 同樣類似本質的賽局 你可以去看這個貓桌老鼠 可以看這個棒球的頭打 網球或是乒乓球的發球 有攻有守的 那麼你往左攻我就往左手 我往左手你就往右攻 你往右攻我就往右手 我往右手就往左攻 循環 沒有劣勢策略 完全刪不掉 所以我們需要新發展 新的方法論 能夠更普世性的去幫助我們分析各種各樣的賽局 我們上個禮拜所看到的方法 是假設在賽局當中的每一個人 我們懂得先對對方的行動 形成我們的預期 然後從預期出發來計算 當我採取不同的策略選擇的時候 在給定我的預期之下 當我採取不同的策略選擇的時候 哪一個選擇對我個人是最好的 這個選擇我們稱為自己的最佳回應 best response 給定你對其他人行為的預期 能夠將你報酬極大化的策略選擇 就是你的最佳回應 那這裡所謂的預期 有些狀況很簡單 有些狀況很複雜 我對你的預期可以說 我知道你球會往左踢 你球會往右踢 然後我預期 我們家的蟑螂 都會往陰暗的地方走 所以我放蟑螂屋的時候 不要放在光會照到太明亮的地方 我要放在陰暗的地方 以前我住香港的時候是這樣子 但是我現在搬回台灣 然後我們家住山上 我們家蟑螂很奇怪 我放蟑螂屋在陰暗的地方抓不到 然後每天就看到蟑螂在我面前爬 所以後來我們就把蟑螂屋放在明亮的地方 就可以抓得滿滿的 奇怪 就是我們那邊的蟑螂品種不太一樣 但是它背後的概念是一樣的 就是你要跟你一起玩game的那個對象 不管是人還是動物還是什麼 你要對他的行為有一些了解 新增預期 在那個預期之下你決定去怎麼做 從這裡我們發展出一個概念 這個概念叫做納許均衡 它是一種狀態或是一個策略組合 在這個狀態之下 每個人的策略選擇 都是其他人的策略選擇的最佳回應 這個狀態我們就稱之為納許均衡 上個禮拜我們已經透過例子 給大家看過一個定理 叫說納許均衡策略 其實永遠無法透過IEDS 劣勢策略主義消去法 去加以消除 在我們用消除劣勢策略的這個步驟當中 納許均衡會被保留下來 可是IEDS這個消去法 很多時候很多策略消不掉 造成是我們沒有辦法 有很多時候沒有辦法 有比較精準的預測能力 接下來呢 從納許均衡的這個概念出發 我今天帶大家看 一些大大小小不同的案例 第一個我們先重新來回顧 幾個禮拜前我們一起玩過的 這個旅行者的兩難 Traveler's Dilemma 然後這兩個旅行者 我們稱他為我就用這張圖上面的名字 一個叫Lucy 紅字代表 一個叫做Peter 藍字代表 他們需要同時跟航空公司 申報行李損毀的這個理賠 那麼他們最高可以申報100元 兩個人申報的價值一樣 就都獲得理賠 兩個人申報的價值不一樣 航空公司只理賠低價的那一個 然後同時申報高價的那個人 他還會再額外被多扣兩塊錢的罰金 說他謊報 然後申報低價的那個人 他還可以額外得到兩塊錢的獎金 鼓勵他報一個低的價格 幫航空公司省錢 那麼我們之前玩到這個賽局的時候 有用弱劣勢策略逐一消去法 討論背後的邏輯 得到說如果兩個絕頂聰明的人 互相玩的話 他們最後價格會壓低到 每個人都只申報兩塊錢 可是實際上在教室裡面 多數的同學 半數以上的同學 所申報的價格是在95、96元以上 有很多人是申報98、99、100 我們回過頭來看一下 上個禮拜結束的時候 我請大家回去檢驗 這個旅行者的兩男 這個賽局裡面 他有沒有NASH均衡 然後他的NASH均衡是什麼 我們兩個 一個是Lucy 一個是Peter 我用小S來代表 每一個人他的策略選擇 那麼我用SL代表Lucy的策略選擇 那我用SP大寫的P代表 叫Peter的策略選擇 在這個賽局當中 我們就是 兩個參與者 Lucy和Peter 每一個參與者 他有多少的選擇可以做呢 每一個參與者 他可以申報兩塊錢、三塊錢 最多到100 所以SL跟SP 其實都是落在這個範圍 每個人有99個選項可以選擇 那麼在這當中 是否存在哪一個狀態 哪一個策略組合 我稱SL、SP 就是Lucy會怎麼做 Peter會怎麼做 兩個人的做法 放在一塊 我稱之為一個策略組合 有沒有哪一個策略組合 在這裡會是NASH均衡 我們來檢驗一下 會是這個 兩個人都申報100嗎 透過這個案例我們來思考 如何檢驗 一個策略組合 他究竟是不是NASH均衡 如果兩個人都申報100 要說明這個是NASH均衡 我們就要套用定義 符合NASH均衡的定義 如果要說他不是 我們就要否證 NASH均衡的定義是什麼呢 是說如果他是一個均衡 在這個策略組合之下 給定其他人的選擇 我們每一個人的選擇 都是針對其他人的最佳回應 要符合這個條件 每一個人的選擇都符合這個條件 他就是NASH均衡 那怎麼說他不是呢 如果在這個狀態之下 存在至少一個人 存在至少一個人 給定別人的策略選擇之下 這個人他如果有辦法單方面的 改變他的策略 然後可以讓他自己更好 那就表示他原先的選擇 並不是對於其他人的最佳回應 所以這就不是NASH均衡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 100-100是NASH均衡嗎 我們就從Lucy的角度來看 給定Peter會申報100 如果我是Lucy 我申報100 我得到100的賠償 可是我如果申報99 我可以得到99元的賠償加2塊錢的獎金 我得到101 所以從這裡來說的話 Lucy她可以從100 改換成99元 給定對方的做法 Lucy從100 改為申報99 可以提高她自己的報酬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我們說Lucy has a profitable deviation 同樣道理 給定在這個狀態下 給定Lucy申報100元 Peter也會覺得說 我申報100改成99 我可以單方面提高我的報酬到101 所以Peter also has a profitable deviation 在這樣的狀況之下 表示兩個人原本的選擇 都不是針對對方選擇的最佳回應 所以100-100 基本上就不是NASH均衡 同樣的道理 我們可以去看 Lucy跟Peter 假設一個人選 申報60元 一個人申報80元 左邊這個情況 兩個人都存在Profitable deviation OK 他不是NASH均衡 如果我們看另外一個狀態 一個人申報的金額低 一個人申報的金額高 那這時候會發生什麼事情 我們先看Lucy 他是否存在Profitable deviation 他的價格已經是較低的那個 他可以透過降價 降低申報提高他的報酬嗎 不行 但他可以透過提高申報金額 增加他的報酬嗎 他如果從60 增加到70 會怎麼樣 當他申報60的時候 他得到60元補償 加上一個2塊錢獎金62 增加到70 他得到70元補償 加上獎金72 OK Lucy存在Profitable deviation 是加價 那麼Peter呢 Peter原本申報80 給定Lucy是申報60元 Peter申報80 讓他得到60元的賠償 然後他要多付2塊錢的罰金 所以理論上 Peter他如果 從申報80元 降低成申報60元 那麼他得到的報酬 可以從58增加到60 或者是他直接降低他的申報金額到59元 那這時候他的金額比Lucy還要第一塊 那他得到59元的賠償加2元的獎金 他得到61 OK 所以在這個狀況之下 我們發現Lucy跟Peter 他們各自都存在Profitable deviation 但是那個Profitable deviation的方向 跟調整的方式是不一樣的 從這裡我們要看到說 如果我們要證明 要說明某一個狀態 某一個策略組合 他不是納許均衡 那我們就要找到哪些人 在那個狀態之下 給定別人的做法 他不開心 他可以有一個Profitable deviation 然後他的策略可以往哪裡調整 讓他自己更好 只要你找得到這個東西 能夠清楚說明 這個狀態 這個策略組合 就不是納許均衡 那麼我們來看 旅行者的兩難 有什麼納許均衡呢 我們之前的分析 用這個弱劣勢策略交替的去刪除 最後得到的一個結果是 每個人都申報兩塊錢 Lucy跟Peter每個人都申報兩塊錢 這個是不是納許均衡 我們同樣來檢驗 給定Peter申報兩塊錢 Lucy如果他增加他的申報金額 從兩塊到三塊 他仍然得到兩塊錢的補償 可是他還要付兩塊錢罰金 什麼一毛都拿不到 報酬是降低的 那如果Lucy 他單方面降低 他的這個申報金額呢 我們的遊戲規則不允許他 因為我們這個賽局的規則裡面講說 你最低可以 或最低必須要申報兩塊錢 不能更低 所以Lucy要降低他的申報 做不到 要提高 會損害他自己的報酬 所以Lucy沒有辦法調整自己的申報金額 讓自己的報酬更高 所以Lucy申報兩塊錢 就已經就是對Peter申報兩塊錢的一個最佳回應 那這個局面是對稱的 反之亦然 所以兩塊錢兩塊錢 彼此是彼此的最佳回應 因此旅行者的兩難 我們就看到有這樣的一個納許均衡 其餘的細節留給大家 你要如何證明這個是兩塊錢兩塊錢 是旅行者兩難的唯一的納許均衡呢 在賽局理論的分析 有時候我們會重視 這個均衡是不是唯一 如果均衡是唯一 表示我們用這套方法所做的預測 可以得到一個非常明確的結論 就是這個會發生 那如果不是唯一 那我們的結論就是說 這個也有可能那個也有可能 我們就要討論 那不同的均衡哪一個在真實世界 在什麼樣的環境當中比較有可能發生 那這裡請大家回去思考如何證明 兩塊錢兩塊錢是囚犯 旅行者的兩難的唯一的納許均衡 基本原則要證明是唯一我自己習慣用的方法 就是去證明這個以外其他所有的策略組合 我都去一一的說明他們不是納許均衡 就是把其他所有的可能性一個一個都否定掉 都槓掉都不是 那麼這個然後你又可以證明他是 所以他就是唯一 好 既然他是唯一的這個納許均衡 我們接下來就要問一個很嚴肅的課題 在真實世界裡的人 是否一定會把納許均衡玩出來 如果賽局理論或是納許均衡的這個概念 作為一個理論 作為一個分析真實世界的現象 或是作為預測真實的人的行為的一種方法論 那我們就在乎 然後這裡又可以得到一個唯一的均衡 我們就要問說 那這個唯一的均衡 跟真正的人 跟真實的人 跟班上的同學的表現 選擇一致嗎 從我們幾個禮拜課堂上 玩的那個遊戲看起來是不一致 那麼我們就要問說 他背後的原因 發生了是什麼事 真實世界裡的人 或者是所謂理性的人 是否一定會把納許均衡玩出來 如果不會 如果像我們在 如果像我們在課堂上的遊戲 所看到的情況 課堂的遊戲結果 跟這裡的理論分析 十萬八千里遠 一個是接近一百一百 一個是接近兩塊錢兩塊錢 那我們接下來問說 那我們學 納許均衡這個概念 然後之後 我會教大家很多方法 數學上怎麼去算 這個問題 會有什麼樣的意義嗎 你覺得 我們今天之後還會看到很多 陸陸續續的其他不同的賽劇 但是在旅行者的兩難當中 我們遇到的狀況是 納許均衡 跟大家實際上在課堂上玩這個遊戲 的表現 差非常大 那麼我們分析 納許均衡的意義 跟目的在哪裡 這個課題我們先放著 我們先多看幾個 不同的模型 跟例子 然後來看怎麼分析 然後我們再回來思考這個課題 我需要先說這個問題其實 很重要 也很根本 在一些比較偏重數學分析的書裡面 有些書他不去深究這件事 可是我們學了方法 就需要知道 他跟現實差多遠 他能怎麼用 我先看一個情境 在這個情境裡面 在這個情境裡面的兩個人 他們是 理論上他們是希望 互相合作的 兩個人 我稱他們為 一跟二 他們合夥 然後開了一家公司 這兩個人 合夥經營事業 那麼每一個人 需要貢獻他們的心力 那讓我用這個 S1 代表一號合夥人 他的心力貢獻 S2 二號合夥人 他的心力貢獻 讓我假設 每一個人 他的時間 跟你的心力 是有上限的 所以每一個人的這個 心力的投入 最少是零 我不能夠是負的 最多有一個極限是四 在這當中 任何數字都有可能 可以是零點 一三七四九二五八 也可以是二 也可以是三點三 也可以是三點九 不能超過四 我們之前看到那個 團隊合作兩個部門的時候 假設大家的心力選擇 是離散的 是一個單位 兩個單位 三個單位 我們現在假設他是連續的 那麼 接下來 既然兩個人 要來 共同的投入 為公司創造利潤 那我們來看公司的利潤 會怎麼形成 公司的利潤 會跟每一個 個別合夥人 的心力投入 成正比 四倍 然後再相加 但是此外呢 我假設兩個人 每一個人 你努力的時候 會增加我的工作效率 我努力 會增加你的工作效率 因此 我們的利潤函數 還多了一項 交成項 S1 乘以 S2 好 因為我們提到說 這兩個合夥人 他們各自要選擇 要多心情 多努力工作 然後又可以分配到公司辦數的利潤 所以我現在用U來代表 每一個這個賽局參與者 每一個合夥人 他的這個利潤 他自己得到的報酬是多少 我用U1來代表 一號合夥人的報酬 一號合夥人 他透過跟別人聯合經營這個事業 他的報酬其實取決於他有多努力 以及對方有多努力 所以一號合夥人的報酬會是S1 跟S2的函數 那麼他的報酬怎麼算呢 我們如前所述 他可以得到50% 就是一半的公司利潤 而公司利潤取決於 一號合夥人的心力投入 加上二號合夥人的心力投入 加上兩個人心力投入 之間會發生縱效 就這樣嗎 那大家在努力工作的時候 可能覺得你花比較多時間 或是比較辛苦比較累 那麼假設人 更專注 或花更多時間工作是有成本的 可能是你的心力成本 或時間成本 所以假設一號合夥人 他得到的報酬 是他能夠分得的利潤 在減掉他因為努力所帶來的成本 我這裡為了等一下數字好算 我假設每一個人的心力成本 會是他投入心力的平方 所以我簡單畫一個圖 這張圖的橫軸是一號合夥人 投入的心力 S1 縱軸是這個投入心力 所對他在這個物質層面 或精神上所帶來的這個成本 我稱它為Effort Cost 如果假設是一個這個平方向的話 表示什麼 表示我心力都不用投入的時候 我的心力成本是0 我心力投入是一個單位的時候 我的心力成本1的平方還是1 心力投入是兩個單位的時候 我的這個心力成本是2的平方是4 總之我最後所畫出來的這個成本 對於心力投入的曲線大概是這樣 這個表示什麼 表示我心力投入的越多 我每多出一單位的心力 它帶給我額外的成本 跟負擔就越重 當我工作一點點的時候 我工作多一個小時沒有太累 當我已經一天工作8小時了 我要再工作第9個小時 我就覺得 非常非常的辛苦 以此類推 我們就做這樣子的假設 2號合夥人的這個報酬函數 我們可以用類似的方式來計算 只是它最後 2號合夥人的報酬函數 類似方式計算 只是它最後要減掉 2號合夥人的心力成本 那最後我們所要分析的問題是什麼 我們要分析是請大家想想看 這兩個人一起合夥開公司 到底最後他們各自會付出多少的心力 他們會合作愉快嗎 他們會這個全力工作狂 然後每個人都出這個四單位的這個心力的上限嗎 還是會怎麼樣 那那許均衡的這個分析方法能不能幫助我們去想這個問題 那我們先下課 回來的時候 我們把這個問題分析完 我們可以看到每一個合夥人 他的心力投入 都會受到他自己跟另外一位合夥人心力投入的影響 所以在這個賽局當中 我們該怎麼 這個賽局我們該怎麼分析 其中一個方式 我們能不能就先設身處地 假設我們是1號合夥人 Player 1 然後來看我所面對到的這個問題 跟局面是什麼 如果我是1號合夥人 我的目標 是要 追求我自己的報酬極大 那我的報酬是多少呢 我把這個二分之一 帶進去 所以 max指的是我的目標 我要追求的 我要極大化的是我的報酬 二分之一乘以 四倍的s1 就是 兩倍的s1 加上兩倍的s2 加上二分之一 相成像 然後再減掉我的心力成本 是s1的平方 這是我的目標 那麼1號合夥人 他能夠如何達成目標呢 他可以做的事情是選擇 他自己要投入多少心力 所以我在這個max的符號下面 所放的這個s1 指的是他的選項 我能選的就是s1 那麼我的s1是多少呢 他必須借在0跟4之間 我這裡的這個符號 屬於 然後括號0跟4 他所要表達的意思就是 我這個s1 他可以是借在0到4之間的任何的數字 那我這樣子寫 只是用一個符號來簡化 這種比較冗長的敘述 好這是1號合夥人的目標 好我們來看目標裡面的東西 有些什麼 目標裡面 這個目標會受到我自己的選擇所影響 所以凡事會出現s1的地方 這s1都是什麼 稱之為my choice 就是我自己的選擇 我可以控制的 但是我的報酬也會受到s2所影響 s2不是我的選擇 然後當我在工作的時候 我的合夥人也在那邊工作 我可能沒有辦法 第一時間就完全觀察到 他有多努力或不努力 所以這個s2是別人的選擇 所以從我的角度來講 是給定的 是我不能夠控制的 我沒有辦法指定說他要多努力 然後強迫他去執行 那或者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說 當我思考我該多努力的時候 我可能會先形成一個預期 我來判斷我的合夥人會出多少心力 所以這裡我的詮釋是這個s2 也可以把它詮釋成是我的belief 我該多努力會取決於我對方有多努力 那麼因為我觀察不到 所以我會先形成預期 在對方會出s2這麼多心力的情況之下 那我該怎麼做 所以從1號合夥人的角度來看 這裡的s2就是一個給定的一個常數 這個常數是多少 我還不知道 但是對我來說 就是一個外申的給定的一個數字 這個數字可以反映的是對方的選擇 也可以詮釋成是我對於對方的選擇 所心理形成的一個預期 是在這裡 那我們現在 我們能不能夠把這個極大化的問題 做一些簡化 然後之後開始分析 我們真正要選的是我的心力投入 是這個s1 所以我把這個式子重新寫過 你會發現我可以把它表達成是s1的一個二次函數 第一個我要極大化我的報酬 它裡面有這一項 是負的s1的平方 然後此外呢 此外它加上了兩倍的s1 以及二分之一乘上s2乘上s1 所以加上兩倍2加上二分之一s2乘上s1 然後最後還有一項 是這個兩倍的s2 到這裡為止 都是代數的計算 負的s1的平方 然後再來呢 是s1的一次方乘上2加上二分之一s2 這個s2 因為是給定的 所以從我的角度來看 它就是一個常數 所以這裡是一個常數乘上s1 再加上兩倍的s2 這個s2又是一個常數 所以這裡是一個常數 這樣子的問題 我們可以 怎麼去分析 s1是我一號合夥人的心力投入 縱軸 我想要刻畫或捕捉的 是我一號合夥人 所能夠得到的報酬 那麼這樣一個二次函數 然後前面是負號 那我們可以想像 它最後 所得到 如果你把它畫成圖 s2 如果你不熟悉符號的運算 你可以假設s2是任何不同的數字 你可以帶s2等於0 或s2等於1等於2 OK 或等於2.5 這些不同的數字帶進去 然後你用excel或用軟體來畫 這個1號合夥人的報酬 對他心力投入的圖 大概你會得到 類似像這樣子 OK 一座饅頭山 這樣子的形狀 那麼 如果我們能夠 給定不同的s2 我們能夠把這樣子的一個圖畫出來 我就知道 對我1號合夥人來說 報酬最高的時候 就是我這個圖 這座山的這個山頂 在山頂上 我的報酬極大 那麼到底是多少的s1 我這裡稱為s1 hat 到底是我多少的心力投入 可以對應到我報酬的山頂呢 這就是我們接下來 從數學上 希望能夠解決的課題 其中一個很快速的做法 是什麼 這是我的報酬函數 是我的目標 這個目標 畫出來變成這座山 那麼 在任何 在我爬山的過程中 我只要是在上坡 我就還沒有到山頂 因為表示我往前走 我的高度會增加 或是我只要是在下坡路 我就不會在山頂 因為下坡路表示我往前走 我的報酬降低 但是我後退的時候 我的報酬會增加 當你在山頂的時候 你會發現一望無際 往各個方向看 都可以有非常遼闊的視野 在山頂的那個微小的位置上面 你會發現山頂是平的 它既不是繼續往上 也不是繼續往下 所以如果這是你的報酬是一座山 那我們就可以去來分析 這個山爬山的過程中的每一點的坡度 或數學上就是每一點的斜率是多少 那麼當它的形狀是一座山 而斜率為0的時候 平地平的那個點的時候 它就是山頂 就會是這個報酬函數的極大值 那麼在微積分的分析裡面 如果我們對這個柿子取微分 它的概念所得到的 就是在那個每一個點上 微分之後它告訴你在每一個點上 這座山山坡的這個斜率是多少 那所以這是我們接下來要做的事情 那我稱之為這個first order condition 意思是這個報酬函數 我需要看當我不同的S1 在不同的位置所對應到這座山 它的斜率是多少 那我對它做微分的方式很簡單 第一個我是對S1來微分 我要來看我心力投入是多少的時候 我的這個報酬會增加還是降低 那麼我的微分呢 就是二次項 把這個S1的這個平方 這個平方向2移到前面來 然後乘以原本的正負號跟常數 負的S1 然後從二次變一次 然後第二個呢 是S1的一次項 的常數 是這個2加上2分之1 S2 然後最後這個呢 兩倍的S2 它對我來說 對1號的合夥人來講 它是一個常數 跟S1沒有關係 所以它微分之後就不見了 所以我對這個式子 取微分之後 我所得到的事情是 負的 兩倍的S1 加上2加上1 2分之1 S2 這是微分之後 代表在這個報酬函數上的 每一個點 每一個S1所對應的點 或是這座山上面的 每一個位置的斜率 那麼我們要找的是 斜率為0的位置是哪裡 到底多少的S1 是可以對應到這座山 斜率為0的地方 我照班上 因為這是通識課 有些同學可能 不是那麼熟悉微積分 但是有幾個角度 可以去思考這件事 第一個你真正要了解的 到這邊為止 我所列的這個極大化 的這個式子 它其實只是用數學的語言 來表達1號的這個合夥人 它面對的課題 所以你就把它當成是一個語言來理解 就像是我們用日文來講 同一套東西 或是用一個希臘文來講 同一套東西 它就是一個語言 第二個 從這個語言出發的這個式子 極大值要怎麼分析 其實我課堂上講代數分析是比較 上課的節奏可以比較快 但是實際上回去作業或什麼的 你可以用Excel 你可以帶數字 其實有各種的這些電腦的工具 可以幫助你來分析這個東西 所以大家並不需要擔心說 這個式子的微分我不會 或什麼 然後我們這次的作業裡面 我有給大家一個網站的連結 在那個網站上面 你只要輸入任何的式子 它都會幫你把微分算好 是代數的 就是你輸入任何的多項式 或任何的Equation 你就輸入進去 它就幫你算好 所以你真正重要的事情是了解 這個式子 我們First Order Condition 取微分以後出來的那個結果 代表的是這個函數 或是這一座山 在每一點的斜率 而當它是山 而不是古的時候 斜率為0的地方 就是山頂 但是如果你畫出來的函數 不是山 而是古 那麼對一個低谷來說 斜率為0的地方是古底 不是山頂 這個是minimization 你只要區分這些東西 抓到這些概念 基本上 面對這門課就足夠 我們來刻畫 讓我們達到山頂報酬極大的S1 會是多少呢 這是斜率為0 那麼我就得到S1 會等於 我就移項 移項之後S1 會等於1加上四分之一的S2 這個東西我在定義一個函數 我定義一個東西叫做BR BR代表的是Best Response 最佳回應 1號合夥人的最佳回應 1號合夥人對於2號合夥人 心力投入的最佳回應 我們算出來 在山頂的地方 報酬極大的地方 我的心力投入S1 會是1加上四分之一 乘上另外一位合夥人的心力投入S2 前面講過這個S2 是對方選的 是我不能控制的 或者是我對於對方所形成的預期 當我認為對方會投入S2 這麼多的心力的時候 我自己對我最有利的心力投入的量 就是1加上四分之一 乘上我預期對方所會有的投入 會是這個量 因為我的最佳回應 會受到我預期對方的S2的影響 所以我又稱這個東西為BR 就是我的Best Response最佳回應 1號合夥人的最佳回應 會受到2號合夥人的心力投入所影響S2 那具體的機制就是在1加上四分之一 S2就出現在這裡 好所以我再重抄一次 S1等於BR1 S2 1加上四分之一的S2 S2 同樣道理 我們剛才完整的走完 1號合夥人所面對的問題 但是你會發現這個故事 兩個人所面對的局面是對稱的 所以2號合夥人通理可證 他的最佳回應會受到這個S1 1號合夥人的努力程度所影響 那麼這邊我就快速帶過 1加上四分之一的S1 這是我們分析了兩個人各自的最佳回應 BR is for best response 現在我們來看 你覺得在這個情境當中 這兩個合夥人他們會怎麼做呢 我們剛剛才講過 上個禮拜再提到 納許均衡的概念 納許均衡是一個策略的組合 兩個合夥人各自策略選擇的組合 達到一個狀態 在這個狀態之下 你的選擇是對於我的選擇的最佳回應 我的選擇是對於你的選擇的最佳回應 所以接下來我們要思考 那我們能不能夠分析在這個課題當中 納許均衡的狀態之下 兩個合夥人各自會投入多少 如果納許均衡是一個策略的組合 假設是S1 star S2 star 使這兩個合夥人各自的心力投入 都是對於對方的最佳回應 那麼在納許均衡的時候 會發生什麼事呢 會發生的事情是這樣的 當二號合夥人選擇他的納許均衡策略的時候 他使出的心力是S2 star S2 star 然後呢 一號合夥人 因為納許均衡的時候 他投入的是他對於S2 star的最佳回應 所以我們會得到S1 star 等於一加上四分之一S2 star 在二號合夥人會投入S2 star 他的納許均衡策略的情況之下 S1 一號合夥人的最佳回應 是一加上四分之一的S2 star 但是如果這個是一個納許均衡的狀態 表示一號合夥人的最佳回應 就會是 這個一號合夥人在納許均衡情況之下 所使出的策略就會是他的最佳回應 所以S1 star必須要等於一加上四分之一的S2 star 同樣道理 給定了一號合夥人 他使出他的納許均衡策略S1 star 二號合夥人的最佳回應 二號合夥人的納許均衡策略S2 star 會是對一號合夥人S1 star的最佳回應 因此我們就得到了這個改寫過的這兩個式子 這兩個式子裡面我們看到兩個變數 S1 star S2 star 然後我們看到了兩條的數學式 2 unknowns with 2 equations 這時候我們就得到了一個這個連立方程式 兩條式子兩個變數 那我們是不是可以把S1 S2解出來 我這邊解這個式子我走的步驟比較快一點 你會發現S1 star跟S2 star在這兩條式子是對稱的 最後S1 star跟S2 star的這個數值 基本上是一樣 會是多少 OK 會是三分之四 或者我在黑板上畫一個圖 圖的橫軸是一號合夥人的心力投入 縱軸是二號合夥人的心力投入 每個人的心力投入 最小是0 最多是4 同樣道理 最小是0 最多是4 我先把這個科度畫上去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你會看到所有存在的策略組合 其實都落在這個4乘4的正方形裡面 所有兩個合夥人他們負擔得了的 可以選擇的這個心力投入都在0跟4之間 所以這個正方形裡這個區域裡面的任何的一個點 都是一個 兩個人之間可能可以使出來的這個策略組合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剛才所做的事情 我們剛才分別去解析 一號合夥人跟二號合夥人 他們所面對的問題 來得到每一個人 他的這個最佳回應的這個方程式 是長什麼樣子 那現在我們來看 我們能不能把兩個合夥人的這個最佳回應 BR1跟BR2 都在這張圖上面把它畫出來 我們先來看這個BR1 BR1講的事情 是我一號合夥人的最佳回應S1 會是1加上四分之一對方S2的這個選擇 那我們來看一下當S2等於0的時候 當這個二號合夥人的心力投入是0的時候 我一號合夥人我的心力投入會是多少呢 會是1加上0 是在這裡 當二號合夥人的心力投入S2 最多是4的時候 我一號合夥人的最佳回應是多少呢 會是1加上四分之一乘上對方的心力投入 四分之一乘上4 1加上1會等於2 所以我們看到當S2等於0的時候S1 最佳回應會是1 當S2等於4的時候 一號合夥人的S1最佳回應會是2 那麼兩個點構成了一條線 那我看這條黃色的線就是BR1 它會是S2的函數 透過這條線我知道 當二號合夥人的心力投入S2等於2的時候 我一號合夥人 二號合夥人S2等於2的時候 對應過來 那麼我一號合夥人的最佳回應的心力投入 會是在1跟2之間相當於是這個位置 以此類推 我只要知道S2是多少 我就透過這條線可以得到我S1 一號合夥人的最佳回應的S1會是多少 我畫出這條線 同樣道理我可以用紅色 來畫出二號合夥人的這個最佳回應方程式 當一號合夥人的心力投入S1 當S1是0的時候 二號合夥人的最佳選擇是S2等於1 同理當一號合夥人S1心力投入是4的時候 然後二號合夥人的這個最佳回應的心力投入S2等於2 所以我們可以把上面的這條線畫出來 變成是這個BR2 紅色這條線是二號合夥人的最佳回應方程式 那麼我們說納許均衡是一個狀態 在這個狀態之下兩個人的策略選擇是彼此的最佳回應 那個狀態必然會落在這兩個人的最佳回應 這兩條線的這個焦點 那麼這個焦點就是我們剛才所解出來的這個納許均衡 那麼它對應到的就是S1 star S2 star 在我們所假設的這個數值底下 就是三分之四 三分之四 就得到的是這一點 到這邊為止有沒有什麼問題 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因為這是兩個人合作的例子 所以我們就可以來思考 剛才我問大家的幾個課題 這是兩個人合作合夥開公司的賽局分析 我們用納許均衡的觀念 所以我就要問說 那在真實世界裡面的人 真的會把納許均衡玩出來嗎 如果兩個真實的人放到這個故事情境 給類似的數值 他們的心力投入就會大約是三分之四 三分之四 從這個例子我們看到答案當然不是 為什麼 因為第一個 並不是每個人都是理性的 有一種人叫做工作狂 就不管發生什麼事情 他就是做到自己沒力為止 有的人就是無論如何 每天就是投入四個單位的心力 就是極大志 不管別人怎麼做 我就是 我永遠就是樂在工作 這樣的情況是什麼 如果我們的一號合夥人是工作狂 這時候會發生什麼事 這個表示我們一號合夥人 不管二號合夥人怎麼做 一號合夥人他選擇的S1 都永遠是四 不會有其他的狀況 所以真實的人不見得都理性 所以自然納許均衡不見得會被玩出來 我第二個問題是 理性的人他的行為 就會是符合納許均衡的描述 或納許均衡的預測嗎 當然也不是 為什麼 我們假設二號合夥人是理性的 假設他是理性的 而且他知道他的同伴一號合夥人 是個工作狂 Workaholic 所以二號合夥人 我知道我的夥伴 他無論如何就會拼了命工作 每天投入四單位的心力 給定了這個認知 我二號合夥人會怎麼做 我的對方會投入四個單位 然後我的最佳回應的方程式 是紅色的這條線 表示給定我的夥伴會投入四個單位 那麼紅色這條線告訴我 我的最佳回應是投入兩個單位的心力 因為我的最佳回應會是對方的心力投入 四分之一乘上四加上一 我的最佳回應是兩個單位的心力投入 給定我知道對手是不理性的 而且是一個工作狂 就會得到這樣子的情況 所以我們對於其他人的理性與否 我們對於其他人的行為模式的認知 反推回來會影響到我們理性的人 怎麼找出我們的最佳回應 怎麼選擇 他跟納許均衡可能是會有落差的 那在這樣的情況之下我們就要追問 那麼分析納許均衡有什麼意義 今天等一下就跟大家講 分析納許均衡有什麼意義 基本上我今天會跟大家先提兩個意義 那麼未來的三個禮拜 會再補充第三個跟第四個意義 我們現在先回到假設這兩個人 他們彼此都是理性的合夥人 他們在乎的是如何極大化自己的報酬 然後他們可以投入心力 我要講到納許均衡的第一個重要的意義 是在納許均衡的狀態下不會有人後悔 他是一個無悔的狀態 什麼叫做不會有人後悔 根據定義在納許均衡的狀態下給定其他人做的這些事 我已經給出我的最佳回應 我已經做到我能夠做的最好 對於極大化的報酬來說 我已經做到我能做的最好不能更好 所以當我們事後發現我們玩出了納許均衡 在那個情境在那個狀態之下 我知道給定別人所做的 我沒有辦法單方面的改變我自己 讓我的報酬更高 所以我不會單方面的後悔 這個叫做無悔的狀態 舉例來說 我們回到兩個合夥人的這個例子 假如某一天過完了之後 這兩個合夥人發現他們各自所投入的心力 都是三個單位 假設這兩個人都是理性的 他斤斤計較 怎麼樣可以讓我報酬最大 那這時候如果我是二號合夥人 我來檢驗我們已經做的事情 這天過完了 結果我就發現我的夥伴 他投入了三個單位的心力 然後我就發現在給定 他投入三個單位的心力的情況之下 根據這條紅線 根據我的最佳回應的方程式 當S1等於3的時候 能夠極大化我報酬的心力投入 會是一個一點多 會是一個略小於2的心力投入 結果我就發現說靠我做太多了 我要讓我的報酬 給定我的對手出三單位的心力 要讓我的報酬極大化 我只要出一個一點多的心力就好 但是我過分努力 然後讓我自己需要承擔過多的 這個因為心力投入所帶來的成本跟勞累 我做太多了 那麼這個就是一種後悔 OK 早知道他投入三單位的心力 所以我只要出這麼多的這個 我只要出這麼多的這個心力就好了 我不需要出到三 當然在剛才講的這一點 在這個三三的情況之下 事後 兩個合夥人都會後悔 都覺得他們做太多 那麼我在假設 假設某一天結束之後 然後這兩個合夥人他們所投入的心力 分別是我稱為S1TELTA 跟S2TELTA 是落在這個黃線上面 在這樣子的情況之下 在這一天結束之後 我們會看到 一號合夥人 發現二號合夥人的這個心力投入是三個單位 然後對應到過來一號合夥人的心力投入 讓他落在這個黃線上 他有使出他的最佳回應 OK 一號合夥人不會後悔 可是對二號合夥人來說 給定一號合夥人投入的心力 是S1TELTA這麼多 那麼對應到紅線二號合夥人 他應該極大化他報仇的這個心力投入 會是在這個一跟二之間 他發現他工作太多了 他做太多 導致他沒有辦法極大化他的報仇 他後悔了 最後我們來看一個狀況 就是如果一天結束之後 兩個人檢驗他們的心力投入 發現他們就是落在紅線跟黃線的焦點 S1STAR S2STAR 發現他們是落在這個NASH均衡的這一點上面 因為兩個人都很滿意 給定對方使出了S1STAR 三分之四 我使出S2STAR等於三分之四 是讓我報仇最大的一個做法 我已經做到最好 不能夠更好 所以我不會後悔 兩個人都不會後悔互為最佳回應 這是NASH均衡的第一個意義 第二個意義 是我覺得在商業上面 有很大的應用的一個概念 雖然是在經濟學或者是在 以數學為取向的這些賽局書裡面比較少提 可是我覺得是NASH均衡最實用 最接地氣的一個詮釋 這我稱為NASH均衡的這個狀態 是一個Self-enforcing Self-enforcing agreement 我們平常人跟人互動 很多時候是取決於 大家彼此口頭 形成一個約定 我們不會生活中沒事 就要跟人家拿白紙 黑字 拿一張白紙拿一張筆來簽合約 然後蓋章 不會這麼複雜 很多時候我們人跟人就是 大家約定好要怎麼做 那麼 但是NASH均衡 神可以幫助我們來檢驗 我們所謂的口頭約定 它到底有沒有意義 還是說我們約定完了以後 大家回去還是各做各的 都不會照約定來做 如果我們假設人是理性的 理性的人要遵守約定 我覺得要保證理性的人遵守約定的一個條件 就是遵守約定對你會比較好 好過你不遵守約定 人跟人形成約定 如果我們要確保這個約定是有意義的 大家會去自願遵守 我們不用再設一個糾察隊去抓 有沒有人沒做到 如果一個約定要是大家會自願遵守的 那就表示 給定其他人都會遵守的情況之下 對你來說遵守約定 好過不遵守約定 符合這樣的條件 這個約定就有可能是人人都自願遵守 那從這個條件出發 我們先來看 如果這兩個合夥人事先就約好了 我們每天工作 你出四分之三的心力 你出三分之四 我出三分之四的心力 我們約定好大家的這個勞力心力的貢獻 就是在NASH均衡這邊 你覺得他們會遵守嗎 會遵守約定嗎 會有很大的機會他們會遵守嗎 給定你遵守約定出了三分之四的心力 我遵守心力出三分之四是對我最好的 所以我就算是出於自立 我的最佳回應就是三分之四 就是這個NASH均衡的心力投入的量 所以給定你會遵守約定的時候 我自願的會願意遵守約定 再給定我遵守約定你也會遵守約定 我們的這個口頭協議就是有效 有意義的 但是如果我們換一個方式 假設一開始大家說這個 好 我們每個人大家努力一點 然後每個人出三個單位的心力 或者是不用到那麼努力了 我們每個人出兩個單位的心力就好了 我們移到這裡來 假設我們事前做了這個口頭約定 那你覺得這個約定會有效嗎 我們約定完回到自己的崗位去工作 假設你會遵守約定你出了兩個單位的心力 假設你是一號合夥人 你遵守約定出了兩個單位的心力 那麼對我二號合夥人來講 我的最佳回應 是要控制我的心力投入在一個略小於二的位置 而不是剛好等於二 我的最佳回應並不是出兩個單位 假設你遵守約定出兩個單位的心力 我的最佳回應並不是兩個單位 是小於兩個單位 所以我不會出於自立 我不會去遵守這個約定 反過來說如果我照著約定做 對你來說出於自立 你也不會遵守約定出兩個單位的心力 你會出的更少 所以我們的任何人跟人之間的口頭約定 如果不是納許均衡 表示大家各自回去執行的時候 會有至少一方發現 他可以透過違背約定 他可以找到profitable deviation 給定其他人都遵守約定 會有人發現他可以存在profitable deviation 他可以違背約定 讓他自己更好 所以他就不會遵守 那最後這個約定就是形同虛設 所以這個概念我覺得很實用很重要 是我們這次即將公佈的作業裡面 會讓大家來運用來練習這樣的想法 人跟人之間 我們到時候作業會有地主跟地主之間 需要形成口頭約定 然後會有國跟國之間的戰爭 然後會有一個第三個 一個調停國 他要設計一個機制 來降低衝突的兩國之間 開戰的機率 那調停國所設計的機制 所設計的這個 國際的公約 他必須要符合一個條件 就是被他所約束的這些國家 大家自發的願意去遵守這個規定 去遵守這個公約 在給定其他的國家會遵守的時候 我也會自願的去遵守 那麼這樣子的國際公約才有意義 所以這個國際公約 它實際上的價值其實比較是在協調 讓大家都自願地去做到某一個狀況 如果我們只是一廂情願地把一個烏托邦 把一個理想的狀況刻畫進去 可是各國之間大家缺乏 照著約定去實踐的那個誘因 那這樣的約定其實是空化 他沒有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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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這個世界和平 或是對一些 諸如污染啊 全球暖化問題 帶來什麼實質的改善的影響 所以這個Self-Enforcing Agreement 就是納許均衡的這個狀態 會是參與者大家自願願意去實踐的口頭約定 基本上他必須要是一個納許均衡 只要他不是就會有人想要違背他的口頭約定 那這個概念在人跟人之間平常的這個口頭約定 商業之間的口頭約定很實用 然後在研究國際關係的時候也非常實用 因為很多國際需要跨國來解決的問題 包括是解決全球暖化 這樣的事情 在國跟國之間我們 有時候缺少了一個 超越國家的一個司法體系 然後來監督來管理 看看有哪個國家違背了 違背了國際公約 然後要去處罰他 基本上 好你說美國 你說小國可以被美國管 那美國違背約定的時候 誰管他 所以在國跟國之間的時候 這些國際的這個協議 不管你的協議內容是什麼 我們要去看到說在執行的時候 是不是參與的那些國 他們自己就有誘因 去把這個約定能夠實踐出來 當每一個國家都有誘因 去實踐一個約定的時候 那個約定必然在數學上 會是一個納許均衡 會是一個狀態 在這個狀態之下 每一個人根據約定要做的事情 會是對其他人要做的事情的一個最佳回應 這是納許均衡在實際應用上面的一個應用跟意義 我們剛才的分析呢 我可以把它給他一個名稱 這是一個我們來找 納許均衡很標準的一個方法 這個方法叫做最佳回應分析法 最佳回應分析法就是一個情境 我分別找出每一個參與者 他的最佳回應 如何是對其他人的策略選擇 如何成為其他人策略選擇的一個函數 我把一號合夥人二號合夥人的最佳回應找出來 找焦點 那麼我現在給大家看 我先去掉脈絡 去掉故事 先給大家看一些更簡單的例子 因為我們剛才的策略選擇是連續的 心力投入0到4之間 我現在給大家看更簡單的例子 假設我們就是 A跟B兩個人玩賽局 A有三個策略選擇 分別是Up, Middle, Down 上中下的意思 B有三個策略選擇 分別是小寫的 Left, Center, Right, 左中右 那麼A跟B各有三個策略選擇 那我就畫出這個報酬舉證 在A、B不同的策略選擇之下 他們各自會得到多少的報酬 我現在就先 因為他沒有故事 所以我就隨便寫一些數字 然後我們等一下看怎麼分析 第一行是04、40、53 第二行是400、53 第三行是35、35、66 好這就是一個兩人之間的賽局 上中下左中右 九種策略組合 到底哪一個是Nash均衡 當然最簡單的方式 你可以一格檢驗 你就看第一格04 在A選擇Up B選擇Left的情況之下 在A選擇Up的情況之下 B選擇Left得4 B選擇Center中間得0 B選擇Right 右邊得3 B是給出了最佳回應 但是在B選擇Left的情況之下 我會發現賽局參與者A 他選擇Up是得0 可是他可以改選Middle 他的報酬可以單方面增加到4 所以你就會看到在第一格 左上角這一格裡面 給定A的作為B 不後悔已經是最佳回應 但是給定B的作為 A存在了一個Profitable deviation 他可以從Up改到Middle 然後來增加他的報酬 從0增加到4 所以左上角這一格 他不是Nash均衡 面對到這樣子的一個賽局 你永遠可以一格一格的去檢驗 但是我跟大家示範我們如何做 最佳回應分析法 Best Response Analysis 我們先來看 我們先來找出 A的最佳回應有哪些 在B選擇Left L的情況之下 A的最佳回應是什麼 043 4帶給他最高的報酬 這時候他選Middle 在B選擇中間Center的情況之下 A的三個選項得到的報酬是403 最高是4 這時候A應該要選擇Up 在B選擇Right 右邊的時候 A的三個可能的報酬是556 最高的是6 在6下面畫一條線 A的最佳回應是Down 所以透過B的不同的選擇 我們透過在格子數字下面畫線的方式 我們標示出了A的最佳回應 分別是中間 就是Middle Up跟Down 現在反過來我們來看 當A採取不同的行動的時候 B的最佳回應是什麼 當A選擇Up的時候 B的三個報酬是403 最高的報酬是4 我在這個4下面畫紅線 表示B的最佳回應是選擇Left 當A選擇Middle的時候 B的三個報酬是043 最高的是4 對應到B的最佳回應應該是Center 同理A選擇Down的時候 B的三個可能的報酬是556 它的最高報酬會是6 對應到的最佳回應是R Right 那麼我們可以看到 有沒有哪一格裡面 A的報酬跟B的報酬都被我畫線的 那兩個數字底下都被我畫線的 就會是兩個參與者 他們彼此的最佳回應的焦點 OK 就是右下角 報酬是6跟6 對應到A選擇Down B選擇Right 那這個組合 D跟R的這個組合 就是這個賽局的Nash均衡 我們就可以用這樣子 刻畫最佳 每一個玩家最佳回應的方式 然後找到互為最佳回應的那一格 或那個點 就是我們的Nash均衡 就可以得到這個結論 現在我把數字做一些修改 因為有些時候給定你對手的行為 你會發現你的最佳回應不是只有一個 可能有時候有些狀況之下 一個玩家的最佳回應可以有好幾個 所以我現在改寫一下格子裡面的數字 然後我們來看會發生什麼事情 我的第一行是02-23-43 02-23-43 我的第二行是11-132-00 11-132-00 第三行是03-1080 03-1080 好在這個新的賽局之下 我們先來看玩家A的最佳回應 在B選擇L的時候 A的最高報酬是11 對應到他應該選Middle B選擇Center的情況之下 A的最高報酬是3 他還是應該選擇Middle B選擇Right的情況之下 408 A的最高報酬是8 他應該選擇Down 然後反過來 我們來分析 當A選擇Up的時候 B的可能報酬是233 能夠帶給B最高報酬的 策略選擇有兩個 這個時候B選擇Center 跟選擇Right 兩個都是他的最佳回應 B has two best responses 有兩個最佳回應 這是有可能的 A選擇Middle的時候 B的最佳回應 是對應到他選擇Center 得到報酬2 A選擇Down B的最高報酬是3 他這時候最佳回應 他最佳回應是選擇Left 好 所以我分別是 數字底下畫黃線 跟數字底下畫紅線的方式 來解析了A跟B各自的最佳回應 那麼有沒有哪一個點 是兩者共同的最佳回應 兩個數字都被劃現 有中間報酬是3跟2 他所對應到的這個策略組合 分別是Middle跟Center 這時候我們發現這個賽局 有一個唯一的Nash均衡 Middle和Center 互為彼此的最佳回應 這個是我們所謂的Best Response Analysis 這樣的方式可以來分析賽局 好 那我們現在先下課 我們等一下大概11點28分的時候回來 我給大家看一個比較豐富 比較複雜的例子 作為Nash均衡的運用 在我往下談下一個應用的時候 我再做一個補充 就是我們分析賽局 然後Nash均衡 剛才講到Nash均衡 基本上它的核心概念 就是Mutually Best Responses 一個策略組合 每個人的選擇 互為彼此的最佳回應 然後我們最實用的方法 就是剛才講到的 最佳回應分析法 那接下來我再簡單給大家看 Nash均衡的幾個可能會有的特性 我們之前有看過 獵路賽局 根據盧梭的書所寫的故事 那麼那時候兩個獵人出去打獵 他們的策略可以是合作獵路 然後或者是各自抓了兔子就好 故事我不再重複了 我這邊把重點放在數學 跟Nash均衡的特性上面 如果你不熟悉看這些奇怪的 這些動物的這個英文 你可以把它想像成是合作 OK cooperate 或者是這個不合作 我們當時所講的故事 大家合作獵路 每個人得到的報酬是2 我抓兔子 你傻傻的獵路 我得到1 你得到0 反過來右上角是0跟1 大家都抓兔子 各自得到1跟1 在這樣的一個獵路賽局當中 我們有沒有Nash均衡 我們幾個禮拜前 我們是用直觀的方式來分析 存在兩個可能性 當我信任你 相信你會合作 我也合作 我們一起列入 當我失去對你的信任 那我會選擇抓兔子 我自己好就好 那你可能也因此這樣想 那麼我們就各自落在抓兔子的這個均衡 我們請你回去檢驗 這個賽局 它存在兩個Nash均衡 大家彼此合作 或者是大家彼此背叛抓兔子 左上角右下角 兩個都是Nash均衡 反過來說 我列入你抓兔子 右上角它不是Nash均衡 給定我知道你不會合作 你去抓兔子 我列入得到0 事後我會後悔 我會存在Profitable deviation 那麼我會從合作列入 改成我也去抓兔子就好 所以右上角它不是Nash均衡 左下也不是 之後 未來的一兩個禮拜 未來的兩週 我們要思考一個問題 當一個賽局存在兩個Nash均衡的時候 然後我們從方法論的角度就要看 到底哪一個Nash均衡 比較可能會發生 在真實世界當中 我們就會面對到一個均衡 要怎麼選擇 哪個Nash均衡才有理 這樣子的問題 但是今天先讓大家知道 Nash均衡 一個賽局的Nash均衡 有可能有很多個 接下來再給大家看一個例子 一個賽局的Nash均衡 也可能是很愚蠢的 預測或結論 所以我要跟大家講的另外一個小案例 一個故事 叫做多數決投票 majority vote 現在我假設有三個人 他們要做集體的決策 3 players 我稱這三個人為ABC 然後他們要從兩個選項裡面 做選擇 他們的兩個選項 分別是X跟Y 我現在先不管背後的故事是什麼 那麼我在這個黑板的右半邊 我列出ABC三個人的偏好 A喜歡X勝過Y B喜歡Y勝過X C喜歡Y勝過X 你不是說這個問題有點太無聊 這是明明是三個人裡面有兩個人喜歡Y 那麼如果讓這三個人用多數決來投票 不就是大家投自己最喜歡的那個選擇 最後Y就會獲選就會選出來 可是如果我們把它改寫成一個投票的賽局 這時候你來看看在這個多數決投票的賽局當中 會出現哪些均衡 我們現在看到三個參與者 我用SA來代表 A他要怎麼投票 每一個人的投票的選擇 不是可以是X或Y嗎 你投票的時候 然後我的票要怎麼投給A要怎麼投給Y 每一個投票的人 他的選擇就是這兩個的其中一個 所以SA、SB、SC 分別代表ABC三個人 他們要把票投給誰 兩個都是從X跟Y兩個二選一 所以你說每個人把票投給自己最喜歡的那個選項 A投給X B跟C都投給Y 這一種狀態是不是納許均衡 你說是 我也說是 在B跟C都投給Y的情況之下我是A 如果我把我的票從X 改換成投給Y 我不會影響到這個投票的結果 因為B跟C兩個人 形成了多數 無論如何都是Y當選 所以對我選民A來講 我不存在一個profitable deviation 我怎麼投票都不會影響到結果 那對於選民B來說呢 對於選民B來說 A跟C兩個人 一個投給X一個投給Y 所以我身為選民B 我的這一票舉足輕重 可以影響到XY是誰當選 我如果投X就變X當選了 變成我討厭的當選 所以我當然投Y 所以給定A跟C是投X跟Y 我B投Y是我的最佳回應 我不會想換 同樣道理選民C也不會想換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三個人投票給XYY 這是一個NASH均衡 你說這個很直觀 這個我不需要念賽局理論 我也會 那麼我們再看另外一種可能性 這個可能性就很怪異了 不知道出於什麼原因 ABC三個人都把票投給X OK就是出現這個結果 B跟C 大家不約而同 大家想說反正他們就亂投 票就投給他們自己討厭的選項 在這個策略組合 XXX這樣的狀態 這是不是一個NASH均衡 這是我要問大家的 當我問你一個狀態 是不是NASH均衡 我們就需要用定義去檢驗它 定義說的事情是 當其他人都採用這些策略的時候 我個人有沒有profitable deviation 我個人能不能改變我的策略選擇 來單方面提高結果 所帶給我的這個報酬 我們看喔 ABC三個人都投給X 對選民A來說 B跟C都投給X 所以選民A他個人 要怎麼投 不會影響到投票的結果 都是X當選 所以對選民A來講 他不會想單方面的改變他的投票 因為他改變他的投票選擇 沒有意義 不會改變結果 對選民B來說 對選民B來說 A跟C兩個人都投給X 就足夠讓X當選 所以選民B 他如果單方面的把他的票 從X轉換成Y 轉換成他喜歡的 他並不能夠翻轉這個選舉的結果 這個選舉的結果 結果仍然是X當選 所以 面對到這個詭異的局面 選民B 他並不存在 profitable deviation 選民B 沒有辦法單方面的改變他投票 從X改成Y 就能夠扭轉結果 就能夠讓他喜歡的選項當選 沒辦法 所以選民B No profitable deviation 同樣道理 選民C 也沒有 profitable deviation 所以這是一個很 很怪的狀況 就是 多數人討厭的東西 在一個多數決的 投票賽局裡面 被選出來了 然後選出來之後 事後還竟然用我們的定義 沒有人會後悔 然後這是一個NASH均衡 這個也是一個NASH均衡 從這個怪異的案子 我們就要去 我要帶給大家的一個功課 就是說 NASH均衡有它實用的地方 有的時候 我們會有多個NASH均衡 是值得我們去深思去深究 但是偶爾偶爾會一些賽局裡面 出現犯蠢的NASH均衡 那從賽局理論 方法論的角度 我們就要去思考 我們如何精進我們的分析方法 讓我們足夠能夠把 這些有問題 明顯違背直觀 違背現實的 這些NASH均衡 是可以 剔除掉的 這是大家以後要念 進階的賽局理論的時候 會面對到 並且去需要思考的課題 這個問題 有什麼解方呢 我很快地從直觀給大家 提供一個概念 XXX 雖然形成了一個NASH均衡 它符合數學定義 可是在這個故事裡面的 B跟C 這兩個人明明是喜歡Y 勝過X 你會發現 在一個投票的賽局裡面 如果你就是面對兩個選項 XY之間的選擇 你會發現你討厭的那個選項 投給你討厭的那個選項 它應該永遠是你的 弱烈勢策略 Weekly dominated strategy 我喜歡X我討厭Y 在投票的結果裡面 有可能 其他人的票加起來 就已經足夠讓一個選項 形成多數能夠獲選了 有可能我這票 怎麼投都不會翻轉結果 那這時候我投給我喜歡的 投給我討厭的 沒差 但是也有可能 在特定的機率底下 扣掉我以外 其他的選民的投票投退的結果 正好讓XY形成平手 那在其他人的票 形成平手的狀況 當然我的票 如果是投給我喜歡的 就確保我喜歡的X當選 我如果投給我討厭的Y 就讓我討厭的東西當選 在這個情況之下 我應該要投給X 好過投給我討厭的Y 所以就看到說 當我一個投票人 只有兩個XY兩個選擇的時候 在多數的情況 我投X跟Y真的沒差 但是會存在少數情況 投給我喜歡的選項 會好過投給我討厭的選項 這表示什麼 表示投給我討厭的選項 投給Y 是我的weekly dominated strategy 是我的弱劣勢策略 所以後來 研究投票行為的 賽局理論的學者 他們就發展出一個方法 OK 納許均衡這個概念很實用 我們要看一個賽局的納許均衡 可是當這個納許均衡出來太多 而且出來太離譜的納許均衡的時候 我們去深究 有些納許均衡竟然是透過了 多數的選民 他們去選擇弱劣勢策略 然後才讓那個結果成為一個納許均衡 好像怪怪的 好像違背了一些很根本的關於理性 對於個人選擇的一些假設跟一些現象 那麼我們可能就會研究投票賽局的人 他就會說 我們要來分析我們的賽局裡面的納許均衡 然後我們只看那些 弱劣勢策略被刪掉的 所以有些做數學分析的人就說 我們看投票賽局納許均衡 可是我們不考慮那些會把弱劣勢策略 選為均衡的那些選項 因為他從本質上面 違反了一些直觀的人的行為 這是給大家的一個提醒 即便一個數學觀念有他實用的地方 可能在一些特殊狀況裡面 會出現怪怪的東西 所以我們隨時數學的分析 跟你的直觀 跟你對實物的了解 三者必須要搭配運用 然後交互檢驗 接下來我們要看一個應用 是關於兩家廠商的競爭 我們在這次的作業裡面有一個類似的 也是兩家廠商的競爭 是兩家廠商如何賄賂政府的競爭 那我們這邊客廠上要看的是兩家廠商 在商延商 如何決定產量影響市場競爭 的這件事情 我主要會寫黑板 投影片上的內容是 我們對故事情境的一些 簡要的提示 在我們的故事裡面有兩家廠商 我稱他們為一跟二 這兩家廠商生產相同的產品 每一家廠商 他可以決定他的生產數量 一號廠商選擇Q1 二號廠商選擇Q2 然後當然我們知道生產數量 不能是負的大於等於零 同時我定義大寫的Q 是這個市場上的總產量 所以他會是Q1 加上Q2 兩者的總和 接著廠商把貨品生產出來 市場上有一個總量 根據市場需求 到底要什麼價格 可以讓廠商把生產出來的東西 全部都賣掉呢 所以我們就要看 這個市場上的需求 所以我也提供給大家 需求曲線 我假設是P等於12-Q 而這個Q是市場的總量 換句話說 這個產品 我如果要把他的需求曲線畫出來 縱軸是價格 橫軸是總產量 那麼我們所面對到的需求曲線 就是複寫率的這一條 這邊的截距是12 這邊的截距也是12 這是demand curve 當然我們也可以說 為了把Q這麼多的貨品賣掉 這個P就是在我們這個市場裡面的市場結清價格 如果你有學過金元或個金的話 就是market clearing price 如果你沒有學過這些經濟學原理 我們要講的事情是當廠商們生產出Q這麼多 那我們假設背後的市場機制的價格會調整為P等於12-Q 讓廠商們可以把他們的生產品都賣光 為了要生產是有成本的 但是我為求簡化 我假設這些廠商他們沒有固定成本 他們會有邊際成本 而我用C來代表 可是在今天我們等一下的計算裡面 為求數字好算 所以在今天的計算當中 我假設邊際成本也是0 大家回去可以自己練習 邊際成本不是0的時候 然後會發生什麼事 現在就是兩大廠商 大家同時各自選擇自己的產量 那會發生什麼事呢 要分析這樣子的問題 我們可以從一個更單純的問題出發 我稱之為benchmark 就是我們思考一個產業競爭的一個基準點 那個基準點是什麼 假設這個市場裡面只有一家廠商獨大 他會怎麼做 他會如何的選擇產量來極大化他自己的利潤 所以在我們思考兩家廠商的行為之前 我們先來看看這個獨佔的時候 會發生什麼事 讓我就先假設 1號廠商是我們的獨佔廠商 那來看獨佔的產量跟獨佔的價格 各自是多少 同樣道理我們會先經過一個步驟 把獨佔廠商的問題翻譯成更精煉的數學語言 獨佔廠商他只能夠選擇他自己的產量Q1 是正的 大於1.0 目標是去極大化他的利潤 他的利潤是什麼 是營收減掉總成本 營收是你的產量 減掉價格 價格是12 減掉產量 所以價格是12 減掉Q 那現在只有你一家 所以你的生產就是全部 好 這是這個獨佔廠商的revenue 然後還要減掉成本 那麼成本照理來說 會是這個產量成為每一個 乘上每一個單位產品的單位成本C 但是現在我們假設這個C是0 所以我這一項可以忽略 因為C等於0 我這裡會把它抄出來是要提醒大家 我們在算利潤的時候 要記得減掉成本 只是這樣 這個是Total cost 好我們把這個問題做一個簡化 會是什麼呢 會是負的Q1平方 負的Q1平方 加上12Q1 如果我們對負的Q1平方 加上12Q1 如果我們對這個廠商的利潤來畫圖 你會發現幾件事情 第一個 當Q1等於0的時候 廠商的利潤也是0 第二個 當Q1等於12的時候 廠商的利潤還是0 所以橫軸是Q1 縱軸是廠商的利潤 這裡是0 這裡是12 我們畫出來的會是這樣的一條跑五線 那我的目標是要找這個利潤函數 這座山的山頂 如果我們對這個利潤函數取微分 就會得到這個利潤函數 或是這座山在不同位置的斜率 就是負2乘上Q1加12 就是對這個利潤函數取微分得到斜率 斜率為0的地方 是一座山的山頂 那麼我們得到Q1會是多少呢 這是獨佔廠商 我認為Q1M 廠商在獨佔的情況之下 它的產量會是六個單位 然後在獨佔的情況之下 的市場價格會是多少呢 會是這個12減掉產量 PM 會等於6 這是在獨佔的狀況之下 所會發生的事情 從這裡出發 我們現在開始看 E2這兩家廠商 他們雙雄競爭 會發生什麼事 OK 所以我們來看Duopoly 現在是一二兩家廠商 同時做產量的選擇 我們目標是找Nash均衡 我們目標是做最佳回應的分析 Best Response Analysis 所以我們一一的來看 這兩家廠商各自面對的問題 先來看廠商1 所面對的問題是什麼 Firm 1 Problem 1號廠商 他選擇Q1 大於等於0 目標是極大化的利潤 它的利潤 它的利潤是營收減掉成本 營收是我的生產數量 乘上市場價格 價格是12 減掉市場總產量 市場總產量有包括我生產的 有包括我的對手 二號廠商生產的 市場總產量是Q1跟Q2 加在一起 然後我還要減掉我的成本 我的成本就會是 我的產量乘以我生產每個單位 所發的成本 但是因為我們假設C等於0 所以這一槍我不管它 所以1號廠商面對到的問題就是這裡 這時候 我廠商的這個利潤 Q1 是廠商的選擇 Choice 但是Q2 是對手的選擇 Out of my control 所以Q2不是我的選擇 對我來說 Q2是外面給定的 是別人選的 是Out of my control 或者是我可以把Q2 想成是我對於對手的做法 跟選擇的一個 一個預期 但是你會發現 我對於對手行為的預期 會影響到我在不同的選擇的情況之下 我對市場價格的判斷 然後我對市場價格的判斷 會反過來影響到 我自己的產量選擇 OK 所以這些是連動的 我形成預期 然後再根據我的預期 來找出我的最佳回應 我的Q1應該要是多少 我們要解的 會是這個問題 我把這個問題做一個簡化 會得到什麼呢 我選擇Q1來極大化我的利潤 我的利潤是負的Q1平方 加上12-Q2乘上Q1 從我的角度來看 這個Q2也是一個常數 所以這整個12-Q2 從我的角度來看 都是一個別人給定的一個數字 那麼接下來 我幫我的這個利潤函數取為分 -2Q1加上12-Q2 斜率等於0 所帶給我 我的這個最佳的選擇 或者最佳回應是多少呢 就是得到了我的Q1 面對別人選Q2 我的最佳回應Q1 會是6減掉2分之1的Q2 那這個東西我定義一個函數 叫做BR1 我們前面在看兩個合夥人的故事的時候 有用過這個詞 就是1號廠商的best response的函數 最佳回應的函數 我Q1該選多少 取決於對手的Q2選多少 那這個最佳回應 會是6減掉2分之1Q2 這是這個1號廠商選Q1 的一個最佳回應 好我們分析完了1號廠商的這個問題 那麼2號廠商的問題其實是對稱的 所以我這裡就很快的帶過 Similarly 2號廠商Q2的選擇 會根據2號廠商它的最佳回應的方程式 Best response 會是6減掉2分之1的Q1 跟右上角這個BR1 其實只是Q1Q2對調 我們現在畫一個圖來看 在這個圖上面 橫軸代表Q1 1號廠商的產量 縱軸是2號廠商的產量 然後標示一下 3、6、0 我能不能把兩個廠商的這個最佳回應的這個方程式 能夠畫出來 我們先來畫這個BR1 當Q2等於0的時候 Q1等於6 當Q2等於6的時候 6減2分之6 Q1等於3 所以我如果把BR1畫出來 會是這樣的一條線 跟橫軸的結局是6 跟縱軸的結局是3 黃色這條線 同樣道理 我來畫BR2 當Q1等於0的時候 Q2等於6 當Q1等於6的時候 6減3 Q2等於3 得到這條紅 紅色的這條線 是Q2等於BR2 Q1 黃色這條線 告訴我們 給定各種的Q2 廠商1 最佳回應該生產多少 給定各種的Q2 廠商1 應該生產多少 紅色的線 告訴我們 給定各種的Q1 給定廠商1的產量 廠商2 的最佳回應是生產多少 那麼NASH均衡 我們剛才講到是Mutually Best Responses 是一個策略的組合 是彼此互為最佳回應 它應該同時列出現在紅線跟黃線上面 我這裡的NASH均衡 我給它一個 這個 superscript 叫做D 代表是Duopoly 雙雄競爭的時候的均衡策略 所以Q1D 應該要等於 六減掉二分之一的Q2D 同理 Q2D 要等於六減掉二分之一的Q1D 所以在這裡我們得到了兩條方程式 裡面有兩個未知數 分別是Q1D跟Q2D 那我們可以把Q1Q2解出來會發生什麼事 直接算 均衡的時候 這兩家廠商各自生產四個單位 總產量是4加4等於8 價格 雙佔的時候的價格 是12減掉總產量等於4 所以我們把雙佔的情況 拿去跟獨佔的情況相比 會看到什麼 獨佔的時候的總產量比較少 獨佔廠商可以刻意的限制產量 抬高價格來增加它的利潤 兩家廠商他們出於競爭 給定對方的產量 我就想多生產一點 多生產一點 造成均衡價格壓低 那個別廠商的生產 加總在前 市場的總產量會增加 我們看到對消費者的福利來說 和獨佔相比 是有所提高的 但我們今天要思考的問題 並不是光停在這裡 有第三個課題 我先提出來 我如果課堂上講不完 請大家回去分析做練習 我們能不能從一號廠商的角度 來思考這個問題 你在真實世界跟對手競爭的時候 你真的要跟別人是同時做決策嗎 你有沒有辦法控制你的決策的timing的時間點 你有沒有辦法改變 但你知道你必須要跟二號廠商競爭 你們不是獨佔的時候 一號廠商有沒有辦法改變賽局 改變這個賽局競爭的時間點 來單方面的增加他所能獲得的利潤 所以我要帶大家再思考下一個可能性 下一個可能性 在經濟學的文獻裡面 這個模型這種競爭的方式 叫做Stagelberg 他就是一個人名 當初分析這個 率先分析這個模型的人的名義 但是我們要問的問題是 我一號廠商 我能不能搶先一步 先生產 然後大量生產 然後糟糕天下 然後我告訴二號廠商說 你看好哦 我告訴你我會大量生產 所以你最好不要進入這個市場 如果你進來的話 因為我大量生產 你再進來你也生產 我們會把價格壓得太低 你二號廠商 你可能未來競爭的利潤 不是那麼高 所以我們把兩個廠商 他們同時決定產量這件事情 調整成兩個廠商 就是依序決定產量 一號廠商先決定產量 然後糟糕天下 等這個資訊公開透明了之後 二號廠商才看到我慢了一步 那我二號廠商也來決定我的產量 所以我這個賽局變成有兩個階段 我就是Stage 1 第一階段一號廠商選擇Q1 第二階段 我所謂一號廠商先選擇 二號廠商才候選 有順序之別 表示先採取行動的人 他行動完了以後 他的所作所為會被人家看見 會被知道 一號廠商先選 選完了以後全天下都知道Q1是多少了 二號廠商再決定進來 我要怎麼選 我要選擇多少 這個問題就是一個依序行動賽局 請大家回去自己分析做練習 我們分析的方法 當然是用之前學到的 Backward Induction 我們先從第二階段開始分析 給定第一階段 一號廠商已經選了一個Q1 那麼我二號廠商該生產多少 然後反推回第一階段 第一階段的一號廠商 會形成預期 當我選擇不同的Q1的時候 在第二階段二號廠商會選擇不同的Q2 給定這樣的計算 我來反推我第一階段Q1 該選多少 大家回去自己練習 但是我的解答可以先告訴你們 因為我覺得重點是在那個分析的過程 最後的解答 均衡的時候 Q1 我右上角加一個S 表示是Stagelberg的競爭 是依序行動的 Q1等於6 Q2等於3 然後PS 在依序行動的這個賽局底下 最後的市場總產量是9個單位 高過雙站 高過獨佔 價格壓低到3 請大家回去分析然後做比較 來看 當一號廠商能夠搶得先機 率先生產並且公佈它的產量的時候 它有可能透過量產的方式來壓迫 縮減它的對手生產的額度 然後在這樣的情況下請你比較 一號廠商它最後10拿的利潤 雖然價格降低了 可是它逼迫對手生產減少 它自己生產增加 一號廠商在Stagelberg的情況之下 它拿到的利潤會高過它在雙站 兩家廠商同時選擇的時候 它所能夠選擇到的利潤 這個課題大家回去練習 我們兩個禮拜後 下個禮拜是葉俊賢老師的演講 公平分配的機制設計 Asthmatic approach 兩週後我們會討論這個問題 然後這次的作業有講到 廠商競爭如何賄賂政府 也同樣會請大家分析 兩家廠商是同時賄賂 還是我要搶先賄賂 並且公佈說我的賄賂 或者遊說的額度 雖然有點超現實 可是我們要比較 我們能不能夠在一些情況下 透過調整賽局裡面 行動的順序 來為自己創造優勢 或者是壓制別人的優勢 這是在這些分析的背後 希望大家抓到的經濟學直觀 今天到這裡 要不要再給我 主題 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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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練習